Lino Money没钱也VV 哈喽哈兄弟们 今天绿老师带大家看的就是我们身边这款的重瓣车型宝马I7 其实今天的试驾会呢 是整个宝马7系家族的一个体验 包括了它燃油版本的7系 以及纯电版本的宝马I7 据说未来呢还会有混动版本 今天出于私心啊 我抢先挑个这款宝马I7来重点体验 因为我认为它会更加具有代表性 而且我觉得它会受到更多朋友们的关注 关于这辆车 我今天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和奔驰EQS 究竟谁的产品力要更强一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奔驰EQS呢 可以说是奔驰的电动天花板了 在我试过的电动车里 我觉得奔驰EQS可以说是我试过的最好的电动车 那宝马的电动天花板 应该就是我身边这辆I7了 它究竟能否和EQS一较高下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各位朋友也可以投票选出你们心中的电动天花板 EQS和宝马I7 送你一个的话 你会选哪个呢 先看外观 有网友说 EQS和宝马I7简直就是一个望龙 一个凤厨 我个人肯定是觉得宝马I7颜值要更高一些 先说一个数据啊 它的风阻系数呢 是0.24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数据和奔驰的EQS相比呢 是不占优势的 但是 我们要知道奔驰EQS 它为了风阻系数在颜值上牺牲了太多 但是这辆宝马I7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首先会觉得它是一辆宝马 然后再是宝马电动 它保留了非常多的宝马元素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具有辨识度 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车啊 好看不好看 其实不这么重要 重要的就是辨识度 一定要让人一眼看出来 它是一辆宝马I7 今天我们上了小哥就说了 这个车吧 无所谓好看不好看 但是它摆在这里就让你觉得它很上档次 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它看起来有点浮夸 但是我想说 卖车不浮夸 不如卡罗拉 而且这辆车 预计价值差不多100个W啊 见到实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不怒自卑的类型 其实从正面看 你会觉得它的车头很方正 那来到侧面呢 你会发现它腰线 以及机舱盖上部的线条都比较平直 而且它采用了一个长车头短前选的设计 其实前脸看起来有点像 劳斯莱斯 外观部分 最后我们再来说几个小细节 首先就是这圈灯带 它是会亮的 夜间点亮效果 真的特别的好看 还有就是灯光部分 里边是湿滑 洛尔奇水晶哦 看起来简直就是bling bling的 那如果说啊 这个领克是买翻毛皮送车的话 我觉得这辆宝马I7 简直就是宝马和湿滑 洛尔奇的联名款 为啥这么说 咱们车里看 这里是水晶的 这里是水晶的 这里还是水晶的 这是一辆可以让你在车内 就看到彩虹的车 甚至我们摄像小哥说了 前边的这个水晶样式的装饰条啊 简直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瞎它的双眼 所以我说宝马I7 简直就是买湿滑尔奇水晶送车 开个玩笑啊 其实除了水晶这个元素之外呢 这辆车还给到了 很多值得讨论的设计点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它的隐藏式出风口设计 让整个内饰看起来特别的简约 而且刚刚说到的这个水晶样式的装饰件啊 其实它会根据你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 变换不同颜色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整条的氛围灯带 但是看起来会更加的惹眼一些 另外就是宝马I7它对于材质的选用了 我们之前都说无后驱不好滑 但是宝马I7它说 无可持续发展不好滑 因为在这辆车的材质选举上 它用了很多的天然材料 以及可再生材料 比如说我们今天试驾这款车 它的座椅就是Morino真皮 加上羊绒组合而成 我觉得啊触感确实非常的纯天然 然后手感就是很微妙 会让你觉得身体得到了放松 然后视觉感受也非常舒适 还有啊就是它顶棚用的这个纤维 也是来自于回收的PET塑料瓶 包括它的地板覆盖件 也是取自于海洋回收的余网 那这些材质的运用呢 其实也表达了豪华品牌 现在对于豪华的一个理解 除此之外 其实在整体的设计上啊 如果你试过IX以及I4的话 没有特别大的惊喜 悬浮的屏幕我们比较熟悉了 然后里面内置的是i-J58车机系统 有一说一 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 就是这辆车里 给了很多的本土化应用 比如说考虑到中国消费者 它给到了Q音乐啊 喜马拉雅 包括车载微信 我觉得在BBA当中 其实本土化做的最好的 应该就是宝马了 还有就是说它整个车机的界面显示 UI设计也有相当科技啊 给这辆车整体加上这个设计 营造出一种比较现代化 然后比较舒适的一个会客厅的感觉 但是前排呢 并不是这辆车的重中之重 二排才是它的重点 我们去看一下 兄弟们 劳斯莱斯同款的关门方式 告诉你什么叫优雅 什么叫上流 而且我觉得 虽然我们这边的门是开着的啊 但是关上门的一刹那 我觉得我的世界瞬间就安静了 可能就是因为我对宝马有滤镜吧 这样车其实试下来 我整体前排以及外观都很满意 但是第二排简直把我一整个震撼住 首先啊 它五米多的车长 三米多的轴距 空间表现啊 来到这个价位这个级别了 不用你去担心好吗 而且可以看到它这个副头枕 躺上去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闲者时刻 就想躺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睡一下午 那其实这辆车的后排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就是两块屏幕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这里 首先我们先说这块屏幕啊 左右两侧都有 它呢可以进行非常多项目的调节 比如说座椅的调节 座椅的通风加热以及按摩 这里要说一下 它座椅可以调节的部位实在是太多了 还好就是说 它可以针对我们的遮阳帘啊 以及我们的屏幕来进行一个调节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第二个屏幕的妙用 可以选择一个影院模式 看到没有 它所有的遮阳帘 都上升了 然后它的屏幕 缓缓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那重点还是在于前面的这块大屏 其实里边也有非常多我们本土应用 比如说它给到了爱奇艺 给到了华为应用市场 你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APP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一定要说一下 就是在这里边 你可以对它屏幕的一个显示效果 一个比例进行调节 比如说现在是16比9 然后我想要全屏观看调到32比9 这个视觉体验还是挺棒的 这块屏幕啊 跟大家说几个数据 31寸 8K 5G 听到这些非常硬核参数 你就会知道了 它实际的观影体验一定不会差 在宝马爱奇的第二排除了可以拥有一个绝佳的观影体验之外 如果说作为老板你想休息一下的话 还可以通过它的小屏幕一键进入到一个非常悠灾的模式 点击一下 这里我们摄像老师补一个空镜啊 它的前排座椅会向前向前再向前 然后第二排座椅呢 会调节到一个极端舒适的座椅位置 我只能说进入到这个模式之后 整个人就是凶心爆棚 因为太尊了 实在是太尊了朋友们 最后我们来捞一下动力部分的表现 那燃油版本呢 搭载的是B58发动机加48V轻轻混 我们开的纯电版本宝马爱奇 前后双电机 在参数方面啊 最大马力500多匹 峰值扭矩700多牛米 百公里加速做到了4.7秒 那燃油版本呢 百公里加速是5.4秒 有一说一 虽然说它的这个纯电版本 百公里加速和那些动辄3秒多的比起来 嗯好像不占什么优势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体积 它的车重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表现还是OK的 重点啊 在基于驾驶感受方面 说一句没用的废话 就是这辆车开起来真的很宝马 因为它不像其他造车新势力啊 动辄就加速很猛 起步很酸 这辆车呢 你依旧觉得它整个动力是全权倒肉的 其实之前是一体漆啊 包括EQS 你都会觉得它是舒适那一挂的 就算说它整个的加速很快 或者是说它整个的冲劲很足 但是你依然觉得它的动力是轻柔飘逸的 这辆车啊 它的踏板脚感非常的具有弹性 而且当它在加速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它整个动力来的是相当实称的 所以说它开起来的感觉就是依旧很宝马 还是那股子宝马的味道 还有就是宝马爱奇它搭载有摩坦智能空气悬挂系统 而且它有主动舒适防轻的功能 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车辆倾斜一侧的车身高度 使整个的驾程更加的平稳增强稳定性 还有就是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啊 其实我觉得它的表现也是比较成熟稳定的 因为它的跟车以及沙停 给我的感觉就是润物细无声 包括它的波动转向灯变道 我觉得也是非常自然流畅的 那这部分的表现我觉得也比较值得点赞 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 它在续航方面的表现 那这辆车呢它在CLTC工况下 它的续航里程是650公里 官方宣称的百公里电号呢 是17.9千瓦时 在充电方面啊 它支持最高功率195千瓦的直流充电 充电10分钟即可以行驶170公里 其实在整个驾驶方面 它还有一些小惊喜啊 比如说这次它除了有给到 常规的一些驾驶模式之外 还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见到过的模式 那这些模式呢 也增强了整个驾驶的可玩性 让整个驾驶体验来的更加有趣一些 最后呂老师的小黑板时间啊 首先回答一下视频开头 我给自己抛出的问题啊 这一辆宝马I7能够和EQS一战吗 我觉得完全OK 整体的完成度和整体的素质 我觉得是相当高的 那由于我个人对宝马有滤镜啊 我非常喜欢宝马 所以说我可能对宝马I7的好感度 要更高一些 但是我觉得吧 如果说来到这个价位 考虑买EQS还是考虑买I7 对于这部分用户来说 可能他们的选择受到 品牌好感度 以及车型认可度的因素 会更高一些 毕竟大家其实在综合素质上 都不相上下 你们觉得呢